这些年,湖南卫视一直都有两个摆不脱的形象,一个是爱剪辑,一个是谁红和水丸,这些年出现多少曾经被湖南卫视当作背景板,后来火了,又被湖南卫视当成是金字招牌的案例,这个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。 想知道的小伙伴不妨上网恶补一下,也是蛮有意思的,要说,咱们就说点最近的事情,虽然湘密沉沉已经播完了,但是相信这部剧的粉丝还是不少吧,这部剧不仅很红了男女主角,更是将男二润女的扮演着罗芸汐也给很红了,甚至人气不输男主,果然,眼睛好颜知高的男二,真的很可怕。 在湖南卫视的大型原创唱演节目《患乐之城》中,就邀请到了凭借着香蜜走红的罗芸汐,因为罗芸汐的人气,加上搭配的女主角,也是今年凭借着也许攻略走红的吴景言。 这一期到《患乐之城》却是关注度不低,收视率也增加了不少,一时之间,关于湖南卫视谁红和水丸的行为,再一次遭到了网友的吐槽。 那么节目组邀请罗芸汐,真的只是为了蹭热度吗? 或许这次,还真不是,其实面对蹭热度的说法,节目组也是给出了回应。 当初会选择罗芸汐,是因为在他们眼中,罗芸汐是一个综合指标很高的演员,情商,义务能力,颜值都有。 最重要的是,他身上有一股灵气,节目组拥有灵气三个字,改阔了当初选择罗芸汐的原因,也算是比较贴切了。 毕竟今年活起来的男神不少,但是却并不是每一位,都会受到节目组的邀请。 事实证明,节目组的眼光并没有错,罗芸汐本身就是个首出身,还曾学过芭蕾舞,可以说是会唱会跳还能演了。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被罗芸汐出场,使得那个眼神惊艳到了吧,没有一句话,却让人感觉满满都是戏。 事后,节目组对于罗芸汐的评价也是相当的高,镜头感强,爆发力十足,控制力好,虽然因为排练时间短,排词有点瑕疵,但是整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 演员有两种,一种是天生的,需要有灵气,一种是后天养成的,全靠经验的积累,很幸运。 罗芸汐就是天生有灵气的这种演员,看到意义生辉的小鱼千花,看到节目组对他如此高的评价,不少粉丝都表示,他就是我们的骄傲。